因為在我們的國旗法裏面 是就著我們的國旗的尺寸 是有一定的限制 而我相信 當日那件事的話 去到法庭上 大家都會認為 是一個的展示品 為什麼會這樣說呢? 由一個很基本的角度出發 如果由謝偉俊議員 剛才所說的 就是那件事是這麼莊嚴 這麼神聖的話 你是不會把兩支國旗 插在我們的杯座上面的 是不是愛國愛港呢? 從我的角度來看 是要聽其言 觀其行 定從泰議員 在當日的行為 他過來的動機 根本不是看 我們那支國旗 是不是打斜插 是不是不對 是不是當它是一個展示品 他根本的動機 是過來侮辱我們國旗 我們擺在前面 全世界人都知道 我們是希望 告訴別人 辱華是不對的 而他當日的行為 正正就是違反了他 宣誓的時候 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 他的宣言 如果只是把一個國旗 倒轉放 就要黏奪他的意直 我想問一下建制派 究竟你真是以事論事 覺得這件事不對 還是你覺得這是一個事件 讓你們展示建制派自己的政治立場 其實是愛國泛濫 爭相表忠 因為我們立法會 是必須要向社會傳遞一個信息 就是所有的立法會議員 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立法會議員 我們都是要尊重我們的國旗和區旗 如果一件這麼簡單的事情 我們都不能夠表態的話 其實市民是會很失望 當然我們見到現在市民更憤怒的 就是鄭松泰議員剛才 他那些百般狡辯的延遲 其實鄭松泰當日的行為 大家為什麼不問一下 他自己都不敢認 其實他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他做這個行為是純粹橫皮 你多少歲啊 橫皮 多少歲啊 橫皮 在立法會大廳開會的時候橫皮 一個橫皮的人 是不是應該做立法會議員呢 主席 這個行為是不是反映 其實他不尊重國家 不尊重香港 不尊重立法會 甚至不尊重市民投票選他入來做議員呢 大眾市民都會懷疑 這些人 是不是真心誠意宣誓 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 香港特別行政區呢 這些行為 是不是適合做立法會議員呢 就是偉俊議員提出的 這個動議 正正就是給我們一個空間 給我們去討論 去展示 究竟做一個議員 應該有什麼條件 如果您不尊重香港 您不尊重我們的國家 您就不應該做香港的立法會議員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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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